随着武功复活赛的结束 浪解即将杀青迎来最后的成团宴 前武功各位姐姐们为了争取最后的成风行为拼死拼活 可是最后才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受到公平的待遇 夜难怪谢心徐怀孕会在武功依然决然放弃复活 谢娜从出舞台开始就被人追着骂资源卡走后门 不管是练习的有多么拼命但总被人装作没看到 而Ella这个中国华语女子组合的OG 每次都是当奶妈奶孩子 最后是个万年老二陪跑到决赛 此时此刻Ella也不再想一定要去和别人争夺什么C位出道 毕竟浪解的成团对她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 该做的就是带着所有姐姐练习享受舞台 让观众们看到她们的蜕变 而从练习式的滑须中我们也看到了姐姐们的变化 其中让人记忆有新的舞异就是Ella和曲影张佳妮蔡少芬表演的爵士舞机 非常期待下周一成团验上她们的扇子舞和戏枪 无所谓输影只希望能看到一个没有遗憾的舞台 那么对此期待Ella的舞台吗 欢迎留言评论